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位于台北南港的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2厂 来认识一位火炮生智职人 没错,这是我们钢铁职人单元 那佛号长,你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职人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了,职人这个词源自于日文,指的是工匠或者师傅 是拥有技术的人,这些人专注在擅长的领域上 不断的自我精进,让自己的技术炉火纯青 是很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 所以能被称为职人真的很不容易 那我们赶紧跟随着镜头来认识一下火炮生智职人 刘国良室官长 生产过程是无比艰辛 每一次的从来都是成功的捷径 这就是职人精神 我是刘国良 特别人遭受人力 国军唯一大口径火炮弹药生产工厂 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2厂 主要负责国军各式火炮 枪打系统及飞弹发射箱架等装备 产制功能测试及受服维修等重要工作 在推动国防自主上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这次青年日报拍摄团队前进202厂 带大家认识一位奉献军备生产领域 与30年的刘国良市馆长 他是如何带领团队达成云报甲车枪塔生产任务 现在就跟随刘国良的脚步一探究竟吧 我叫刘国良 我现在服务在202厂 那我毕业于延勤兵工技术学校第三期 从毕业到现在都是在202厂的抛架所服务 那现在担任领办一职 主要的工作就是督导生产的现场 然后把这个年度的产品在期间之内把它顺利完成 能够如期如值地满足均种的需求 完成这个生产任务 202厂主要就是负责生产40公里以上的这个大型的火炮 因为大型火炮基本上它的射程就会比较远 火力就会比较强 虽然它是很笨重 但是其实它也是属于很精密的一个产品 我们抛架所的主力其实是在做抛架的部分 抛管 抛身的部分又是另外一个单位来做 那当这些抛身的部分它做完了之后 它会跟我们抛架的这个部分来去做结合 基本上我们现在接到的产品 我们都是有既支蓝图 那蓝图上面一定就是会有一些要求 这些产品在做一些组装测试 它有一定相对应的这个尺寸要求 当同仁把这些产品组装完毕之后 第一个把关一定就是同仁组装的个人 当他们把关完成之后 我要去把这个产品作为结缴到下一个道次 这个就是自主检验的部分 我还要再把关一次 我们产品在组装的时候 其实它有很多地方 它是机动 它的机构是有滑动的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一个短距离的设计 它在很长的这个有效射程里面 源头只要差一点点 那对于你的目标 种把率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在我们生产的源头端 一定要把这个 它本身要求的精度一定要做到最好 那我们就要秉持职人的精神 把它做到最好 不是有做就好 每一样的时间 其实都很难去说这个东西 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完成 而是我完成它 是不是可以达到 我应该具备的要求功能 这个是最重要的品质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而不会说 这个赶快把它完成 那把这些工作把它装完 但是最后最精华的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做好 那所以很多东西是必须要时间 浑量而成的 那就必须要多花时间去做 这个组装的这个控制 环顾世界各国军事工业 枪塔研发生产是一项重要工程 而2022厂近年执行云豹甲车 30公里机炮塔组装生产 无论传统武器或是结合光电技术的遥控站台 2022厂都有自研自制能力 除了烧脑的研发设计过程 还必须经过无数的验证 成功不是靠奇迹 而是靠累积 聚沙成塔 自动气总成的部分组装 内部的结构其实是看不到的 如果说我在组装的过程里面 我没有很确实的组装 可是当我紧急要使用的时候 它却不能发挥作用 但是我的内部又是看不到的 所以当时遇到了这个瓶颈 我们在这一方面 做了很多的测试 最后也找到了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发挥到它这个产品应该发挥的功能 如果说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良率没有做好 那我们碰运气就很容易被抽测到 这个品质比较不好的泡 那我对于这个产品建策合格的风险就会很大 所以说我们对于良率的这个部分 在场里面我们就是已经做到最好的准备 刘国良说要打造一个经典的武器装备 必须反复修正改良 甚至人痛也要打掉重练 从零开始才有今天展现在国人面前的丰硕成果 那不管是在武器的整合或者是射控系统的整合 还有云包甲车载具的结合 很多过程就是重来 每一次的修改几乎就是在某一部分的总成做重新归零 重来就是重做的意思 那在这些重做我们只能说正向思考 也就是说每一次的重做就是代表我们距离成功的目标就越近了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虽然是很艰辛很痛苦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验跟回忆 经过士官长的详细介绍 现在就带大家直击灭火系统的作业实况吧 目前我们同仁只要拿到供定栏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到第一站先到保护法 来去做领料的动作 它去相对应的这个料件的数量 然后再进行后续的组装的作用 那现在同仁正在做这个料件的清点 目前我们在做这个生产的是 甲车面虎系统的这个自动气种程的组装 那目前我们的这个组装前的准备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把这些四种层 单一零件会一样一样先把它试装起来 那试装没问题之后 我们才会把它装到这一个后续的这个 这个总成里面再做总成的结合 到成品的阶段会去做一系列的后续的功能测试 那现在同仁正在准备做这一方面的这个压力 我们现在要经过三道的这个压力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就是说要确保我的产品在组装完之后 我们现在要经过三道的这个压力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就是说要确保我的产品在组装完之后 不能也不允许他有失败的机会 所以他必须在每一个道次每一次的测试都要经过这个验证 他的功能是百分之百一定要能够顺利的执行灭火的动作 回顾军旅生涯刘国梁从毕业至今在二零二厂服务三十余年之久 当初那懵懂的少年已成为管理工厂作业纪律的专业领班 更没有所谓的职业倦怠反而热在其中 坚持用心把关每一项生产环节 个性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本身可能是有一点点比较固执 那在产品的生产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种坚持 也就是说希望把产品要把它做到最好 那我们一直跟同仁勉励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希望就是说把工作做好不是有做就好 而是要把它做到最好 现在算起来我在二零二厂服务已经满三十年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历史责任还没有结束 我们可以奉献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 在军备的每一个人 如同装备都是缺衣不可的小小螺丝钉 更是推动国防自主的幕后英雄 经过短短的一天采访行程 我们看见刘国良对工作的坚持就是勇不放弃 从失败中找到成功之路 做一位最懂军工生产的匠人 这就是职人的精神 agen厌方不知哈哈 混个人 看来 字幕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